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亲就去世了 为了弥补儿子 老王从小就对他异常宠爱 从来都舍不得多说一句话 小孩子不懂事 常常做错事 但是老王维护孩子 不管是不是小宝的错 他都将过错推到别人的身上 小宝小时候也是个聪明的孩子 只不过太调皮了 有一次去外面玩耍的时候 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 头磕在了大石头上面 老王费尽了千辛万苦 请来了医术高明的大夫 保住了儿子的性命 然而命虽然保住了 儿子却自此变成了一个傻子 老王想尽了办法 却依旧没有治好儿子 那就和小宝的大夫说 小宝是治不好的 从那以后 老王开始自哀自愿 整日里喝酒结闷 也不怎么管他的傻儿子了 时间转瞬即逝 一谎言 小宝已经长成了一个小伙子 但是因为小宝是个傻子 父亲又是个酒鬼 没有姑娘愿意嫁给小宝 老王整日里喝酒 也从来不操心儿子的事情 有一天 老王去山上干活 一边干活 一边喝酒回家的时候 不小心踩中了一块石头 结果从山上滑了下来 然而事情就是有那么巧 老王滑下去的时候 恰巧砸中了村里的一个二流子 那二流子正堵着一个姑娘 想要对她行不轨之事 老王这一砸 不但自己安然无恙了 还挽救了姑娘 姑娘名叫小兰 第二天 就来老王的家里 给她道谢 还送了谢礼 虽然只是一些自家种植的蔬菜 但也算是一番心意 小兰从老王家里出来后 得知老王有一个傻儿子 一直没有娶到妻子 便又转身回去 主动找到老王 说要嫁给他儿子 老王没想到 这么好的好事居然砸到了自己身上 见到小兰长得这般漂亮 忙不迭地点头答应了下来 虽然是儿子娶妻 但是她确实很高兴 很快就办好了成亲时需要的东西 新婚前一夜 老王将儿子叫到房间里 和她说成亲的注意事项 可是儿子就是个傻的 什么也听不懂 听也听着就睡着了 老王看着这个傻儿子 心里倍感无奈 想着明日小宝抱着漂亮的妻子在怀里 就什么也不会的样子 老王就觉得心塞 一时间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觉 老王从小就不是什么好人 鬼主意也多 突然他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既然儿子不会 不如自己来代替儿子 只要自己将灯熄了 黑灯瞎火的 谁也不知道新郎是哪个 等到早上醒来 早已生米煮成了熟饭 谁也奈何不了谁 想到这里 老王心里就一阵激动 恨不得现在就将姑娘娶回家 第二天一早 小兰便坐着花轿 被家人送了过来 和小宝拜堂成亲 夜里 老王将傻儿子灌醉 关在自己的房间里 然后走进新房 吹灭了蜡烛 这才走到小兰身边 一把搂住了她 小兰感觉周围一阵黑暗 便问 怎么不点灯呢 老王不敢开口 伸手就去解开小兰的衣服 小兰心里害怕 逼着老王去点灯 说自己怕黑 老王只好下床去 但又不敢将灯点燃 只能在那里拿着打火石发着呆 就在这时 小兰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 因为盖头还盖着 裙子又长 一下子撞到了老王的身上 将他手上的打火石给撞飞了出去 就在这时 两块打火石相互摩擦 擦出火花来 点燃了洞房里的蚊杖 天干雾燥 微会儿大火熊熊燃起 小兰掀开盖头 发现站在自己眼前的丈夫居然是自己的公公 村民们察觉异常 提着水来救火 也发现了这个让人不齿的真相 都纷纷咒骂老王不要脸 连自己的儿媳也不放过 不过好在那大火来得及时 两人什么都没有发生 然而就在大火忙活着救火时 声音吵醒了老王的傻儿子 他也赶来凑热闹 一不小心摔倒在火堆里 等大火亲手八脚扑灭火 救醒小宝时 小宝脸上皮被烧了一大块 可是神奇的好像不傻了 他从村民的口中得知老王的所作所为 由于一直傻着 之前的记忆也没有 所以对老王没啥感情 于是小宝带着自己拜堂重庆的小兰 远走他乡 过幸福日子去了 在一年后的冬天 老王醉死在了村里的水塘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将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